主 该喝药了 这药 闻着就够熏人的 这药是去诛杀余毒的 要是余毒未清 伤及了腹中的小皇子 那可怎么好啊 我这有姜太医把着呢 能有什么 倒是姐姐那里 怎么好端端地被人下了毒呢 江太医不是说过了 贤主那儿已经没有事了 而且皇上 已经去冷宫看过贤主了 还亲口说要付贤主的位分 许贤主出冷宫了呢 也是 姐姐就快要从冷宫里出来了 那我得赶紧好起来 免得姐姐担心我 主 您带贤主啊 真是比亲姐妹还要亲啊 雪停了真好 明天一定是个艳阳天 是啊 一定是个艳阳天 明天咱们就要出去了 嗯 林侍卫 微臣请贤妃娘娘安 进来吧 贤妃娘娘 这些饭菜 都是特意单给您做的 李公公怕别人动手脚 让微臣亲自送过来 劳烦你了 恭喜娘娘 明日便可以出去了 同喜 你不是也少了我 这么一个麻烦吗 不是 娘娘 您别让微臣开玩笑了 是 娘娘娘 都不知该怎么感谢你 所以做了一双靴子送给你 多谢娘娘 你仔细强强 还有云文呢 这个云文呢 一是合了你的名讳 二也是希望你平步清雲 多谢娘娘美意 娘娘 既然您这么说 那微臣有一件事想求您 说吧 微臣求娘娘 把微臣调离冷宫 命一个好前程 起来 你救了我们这么多次 许你一个好的前传 都不足为报 我开心的是 你可以自己说出口 也终于能为自己想一想了 娘娘当日的教诲 微臣一直记着呢 只是这些年 微臣在冷宫束手 一直被人看不起 冷眼相待 要是再不为自己想想 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你能那么想便好 那日你说 你和我都出不去冷宫 如何 如何 还是娘娘眼光长远 原本想赏雪 不想却停了 雪停了 贤妃的身子也好了 这就该出来了 皇帝终于等到放如意 出来的时候了 是啊 那天皇上从冷宫出来 就迫不及待地来找太后了 是啊 当年如意背了两个皇寺的命 皇帝本来就有疑心 如今如意既次欲嫌 害贵人又再重朱砂之毒 无疑更向众人说明如意冤屈 皇帝如何还能再等下去 听皇上的口气 会再彻查当年之事 太后觉得会如何 皇帝去查 谁下过黑手 谁栽过脏 能真相大白自然是好的 只怕是有的人坐不住了 奴才给贤妃娘娘请安 起来吧 奴才恭迎贤妃娘娘回易坤宫 易坤宫 是 皇上说易坤宫是一早 便属易贤妃娘娘主位的宫事 如今都已收拾妥当 就等贤妃娘娘回宫了 李玉 我来的时候是你送的我 如今回去了 又是你借我 多谢了 娘娘可别这么说 奴才是真心替娘娘高兴啊 三年了娘娘受苦了 贤妃娘娘 伺候您梳妆更衣的两位嬷嬷 是皇上跟前激年的老嬷嬷 赵嬷嬷最会梳头 这位是玉虎姑姑 在皇上跟前贴身当差 玉虎姑姑 贤妃娘娘客气了 那请贤妃娘娘换上肌肤 肌肤太不与隆重了 本宫还是穿蝙蝠回去即可 皇上也这么想 但是又怕蝙蝠过于肃紧 所以两套都背上了 那 就请两位嬷嬷 给贤妃娘娘梳妆更衣 奴才们再外候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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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为娘娘起 给皇上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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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往上 走走 走走 往上了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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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辈娘娘 请上将 既然是走着来的 咱们也走着回去吧 来 工作贤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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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贤妃娘娘娘 衣困公是往这边走 我想去城楼那儿走走 是 没想到 这辈子还能看见 有人从冷宫里走出去 让他们都先别跟着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 您可算是回来了 奴才给您磕头了 起来 贤妃娘娘进里头瞧瞧吧 里头的陈设都是按照您的喜好摆的 这里面的人奴才挑了一些昔日延禧宫中心的旧人 凡是新波来易昆宫的奴才都查了他们祖宗三代 底儿都是干净的 贤妃娘娘一路辛苦了 西暖阁中已经备好了糕点 您先用着 苏欣 行了 都起来吧 可算出来了 那这个给你戴上 这个绒花你还留着呢 好吧 谢谢你的好意头 皇上在里头呢 本来 你 然后 你 这